-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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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烂脸疹就有计划 - 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 - 以前皮肤是非常烂 - 我觉得我的抗豆食 - 真的是走得非常长 - 我的抗豆食就是从国中、高中、大学 - 就是我一直来就是常常会 - 做这件事情给烦恼 - 以前真的是因为豆的关系 - 非常有荣貌的焦虑 -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- 可以这样站在这边跟大家素颜录这个影 - 素颜录这个影 - 我真的是so happy - 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些 - 我的一些心理层给大家 - 就是为了要确保自己 - 就是所有的真实性 - 企业脸保养之后 - 现在是完全素颜的状态 - 因为现在这个素颜状态拍 - 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 - 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那些 - 未豆有机困扰的人 - 对 - 就开始吧 - 本身是油肌 - 那就是我从前到现在就是非常容易出油 - 然后我有点敏感肌 - 就是基本上如果是 - 比如说假的跑步嘛 - 喝酒嘛 - 或者是那种天气变化很大 - 我脸就是会很容易泛红 -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验 - 就是很想用遮瑕 - 把自己的痘痘给遮住 - 半年时期我还记得就是我会狂买遮瑕膏 - 就是狂遮那些 - 我觉得很可怕的痘痘 - 然后我越遮就脸越烂 - 喜欢各种就是 - 我试过那种很多那种抗痘方法 - 不管是可能 - 玫琳凯啊 - 然后做脸啊 - 然后各大那种保养品 - 就是我以前是试了再试 - 然后 - 后来发现真的越来越糟欸 - 后来只要是真的找到一些方法做 - 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还是有方法对抗一些 - 就是痘痘肌跟一些油肌 - 还有一些敏感肌的问题 - 先讲我接下来的那个五大重点之前呢 - 我想要先推荐一个 - 就是人叫做 - 陈皮靠腰 - 对 - 非常专业的皮肤学家嘛 - 对 - 然后他自己是有run 就是 - 轻松美肤 - 其实我后面讲的一些重点就是也算是 - 从他文章中 - 还有我的经历就是吸取的 - 呃我今天讲的不代表任何就是 - 专业性的医学性的发言 - 只是就是我个人经历 - 然后 - 我希望就我这些经历可以帮助到 - 就是对都有一样困扰的人 - 第一点就是不喝奶 - 凡是可能你牛奶啊乳清啊 - 或者是那种任何就是那种 - 以前我想要喝那种什么黑糖珠露鲜奶啊 - 就是真的是聚喝奶欸 - 因为我发现奶就是粉刺的来源 - 其实如果你真的一直都有很困扰的人 - 我觉得你可以暂时先借奶 - 然后看一下你的皮肤状态 - 会有些人更极端 - 其实他可能甚至还借肤质 - 就是可能面包啊蛋糕那种就是肤质 - 但是我一直觉得人生不用那么辛苦啦 - 对我自己借奶之后明显有觉得就是 - 我的皮肤真的是改善蛮多的 - 对奶完之后呢会很craving喝奶 - 那这时候呢就是可以找寻其他好朋友啊 - 像是可能夜麦奶啊 - 就是植物奶啊 - 然后杏仁奶啊 - 就像我非常喜欢欧塞的牛奶加美式咖啡 - 就是推荐给大家 - 就是不能喝奶的话 - 还是可以用很好的方式喝到好喝的夜麦奶拿铁 - 第二点就是不擦油 - 就是任何就是油相关的东西就是不要擦 - 我自己的经历是就是我真的擦油的真的是粉刺长越多 - 就是我以前是会擦那种什么角砂精华啊 - 或者是保养油啊 - 然后像很多人 -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用小中品嘛 - 就是可能它也是主打就是可能用油去保养你的那个肌肤 - 柔性人来说就是你擦油觉得脸就是更油 - 然后也就这样 - 油也是某种方面导致你的粉刺的来源 - 所以我不管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角砂油保养油 - 然后甚至连发油 - 就是发油我睡前是基本上不擦的 - 对 因为基本上你睡前擦发油 -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你的头发会沾到脸上 - 然后就会导致痘痘 - 所以这是我后来也有感的一件事情 - 就是基本上如果真的一定要擦发油的话呢 - 我会在早上擦 - 对 擦油这点就是也是影响了我很深 -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试试看 - 那第三个呢就是晴换枕头套 - 对 因为基本上我发现就是像我身为敏感肌 - 就是我的脸就是接触到任何地方的时候 - 我都要很注重它的清洁跟卫生 - 枕头套我基本上是很比较extreme一点啦 - 我是两三天换枕头套 -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什么 - 这两三天太误他都换太轻了 - 那就是你可能也给办法一次吧 - 就是睡前躺的时候 - 确保自己枕头套是干净舒服的话 - 我就觉得睡得比较安心 - 对 - 那第四个就是 - 有点像是一个最后瞎手间 - 如果你真的觉得上面的东西都没有效的话 - 就是可能你不喝奶了 - 不喝奶了 - 然后你也不擦油了 - 然后你发现就是你可能手套啊 - 清洁部分啊 - 就是你都做的话 - 你觉得你还是不行的话呢 - 那我觉得你就去吃A酸吧 - 对 第四个就是A酸 - 那我以前其实吃A酸的时候就是我觉得 - 它真的是最快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- 就是直接迅速让你减少油的分泌 - 那A酸有分剂量嘛 - 然后我之前是吃10G - 好像有分10G跟20G - 对 - 之前吃A酸的时候它是有过一段就是 - 可能break out期 - 会变得越来越比较就是可能 - 一些粉酸都会整个就是可能会整个发出来 - 但是其实基本上过一阵子 - 大概过几周之后 - 其实就会慢慢消下去 - 我真的觉得A酸是拯救痘痘肌 - 跟有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magic - 对 - 最后第五点就是 - 简单保养 - 试了很多种保养方式 -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简单保养 - 对 - 可能会想说ok我要很复杂 - 可能我要保养 - 我要擦了水 - 然后我要再擦精华 - 精华我要再擦液液 - 我要擦霜霜 - 之后再用乳液把它锁住 - 因为我擦越多越好啊 - 但其实no - 要让脸得到它需要的东西 - 跟大家分享给大家 - 就是我现在都擦这个 - 润币之音3号的一个化妆水 - 对 - 化妆水真的没擦 - 只要它成分是单纯 - 然后你觉得菜肌还ok - 不会过磨 - 我觉得就没关系 - 第一次很喜欢这一款 - 因为我觉得这款是好像 - 这种脸变得比较亮 - 对 - 然后它也很便宜 - 下笔以上就可以买到了 - 那我的保养步骤很简单 - 就是我早上是不用洗面乳的 - 对 - 我早上只用清水洗 - 然后晚上如果我睡 - 就是回到家 - 然后卸妆了嘛 - 因为我那种化妆 - 然后我就会用简单的洗面乳洗个脸 - 然后洗完脸之后呢 - 我就会上这个化妆水 - 那上化妆水之后呢 - 擦这罐就是6号的睡眠精华 - 然后我就会点个一两滴 - 就才差不多就ok了 - 就这样 - 对 - 就是真的就这样 - 就是化妆水接下这个 - 但如果我今天觉得脸就是比较油 - 我不想要擦这个睡眠精华 - 因为这个精华是比较rich的话 - 我就会擦一个简单的这种 - 我的最爱我的理肤保水的 - 就是万用霜 - 我以前在纽约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脸发肿发红 - 那次就是酒造性大爆炸 - 那次整个是整个是肿像南瓜一样 - 然后后来就是擦这罐度过的 - 就是离肤真的救了我 - 它就是我的万用霜 - 就是我基本上去哪都会带它这样子 - 对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很简单就是水嘛 - 简单的水擦了 - 然后乳液擦了之后就不会再擦其他东西了 - 但是我今天真的真的就是 - 发现我真的有痘痘 - 我就很不ok的话 - 我就会大推这条就是 - 就是热静的痘痘膏 - 对 就是它就是超强 -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长痘痘 - 你只要擦一个地方 - 然后隔天它就会消下去 - 就真的是很推这个热静的痘痘膏 - 对 而且超便宜 - 我其实有一条剑毛才40块 - 就是CP值高又好擦 - 对 大概就是我简单的 - 烫痘食就是大概流程是这样 - 当然就是比起很多人 - 我皮肤还是很流带改善的地方 - 但比起以前就是真的是差很多 - 我想起以前会觉得天哪 - 就是以前经历这些抗痘事 - 就是我真的觉得是很痛苦 - 可以这样素颜就是 - 在那边跟大家分享 - 我真的觉得蛮感动 - 对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- 从这影片当中可以帮到一些 - 不管是有在抗痘的人哪 - 或者是你觉得 - 会一直在讲痘痘 - 我觉得这些都是 - 这些点是可以试试看的 - 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抗痘的秘诀 - 可以在下面分享给我 - 那我们下次见啦 - 掰